博物馆里2000年前的人头像竟开始渗血 男人只是对视了一眼便一动不动 紧接着他的双眼开始迅速冲训 随后他摸出长达50毫米高 朝人群走去 幸好这一切被隐藏在人群中的锦衣卫凯瑟琳看见 凯瑟琳立刻进入战斗 他一边让同事疏散人群 一边警告男人战斗 可没想到男人一脚踢飞了他的墙 然后以迅雷不及言二道零之时 就把他控制住 但凯瑟琳也不是吃素 一个右边腿一个左正的 一个连五边 男人大意的没有死 很快就被凯瑟琳拿下 与此同时 红为锦衣卫的杰斯也发现 展厅的人头像在流血 他赶紧带着人头像去找工作人员 可因为太过着急他跌倒 人头像滚了出去 进到了一个大胡子手中 杰斯要他立刻放下人头像 可大胡子不理他 还将一种液体倒在人头像中 随即金光大作 等杰斯再次睁眼 大胡子和人头都不见了 紧接着 地上的血迹开始消失 甚至连身上沾的血迹也都消失不见 晚上满腔疑惑的杰斯刚回到家 突然 克公的直觉告诉他有人来过 杰斯猛地转身 一个黑衣女子出现在后面 他自称是雷夫人 属于国家安全队门 需要杰斯明天去他给个坐标位置报道 紧接着他还拿出了杰斯的调令 可第二天 杰斯发现目的地是一片荒地 眼前有一个巨大的破旧铁蹄仓 紧跟他来的还有凯瑟琳 他也收到了雷夫人的指 正交谈时门突然开了 两人刚想往里进 这时 身后一个打扮怪异的人叫住了他 杰斯一眼认出 此人就是昨天抢他人像的大人 可大胡子却说自己是两人的心上司 紧接着他示意两人跟上世子进入仓库 杰斯和凯瑟琳刚进入仓库就惊呆了 仓库大的一眼望不到边 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老物件 埃及法老 百慕大飞机 亚特兰蒂斯轮船 大胡子介绍 这里每一个物件都具有诡异力 比如昨天能控制人发狂的远古影响 可此事突然出现在杰斯手 可以实现愿望的水 杰斯吓了一跳 自己根本没拿过这里的物件 大胡子要他别慌 然后推来一个装满紫色液体的桶 他要杰斯把水服慢慢放进去 原来这里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神秘力量的器 然后用克制的紫色液体中和液封衣 最后放到仓库保存 第二天两人就接到了任务 是调查一个老少皆知的孝顺男孩 突然暴打自己女朋友的事件 各种证据表明他应该是被什么东西控制 紧接着大胡子给他们配备 一罐子中和液 一个视频电话 可以把高压电枪 最后大胡子要他们平安堆来 可两人却毫不在意 因为他们觉得这任务实在太简单 二人迅速对男孩展开审讯 男孩也非常佩服 可突然 他眼神一变 嘴里竟开始重复念起了一句不意大利语 杰斯注意到 房间里的物体都开始卷曲 见事情不对 他立刻将凯瑟灵扑向一口 下一秒 两人侥幸躲过一劫 而男孩也被冲进来的警察控制 两人收起了来之前的轻视 开始认真调查 首先就是弄清楚男孩刚刚念的补意大利语海语 他们找到一位专门研究意大利语教授 根据路一 教授很快翻译出来 虽然自己两年没去意大利 但肯定没弄错 这是只有意大利贵族才会使用的语言 紧接着杰斯问教授认不认识男孩 教授说在报纸上见魔 现实不认识 可凯瑟灵却觉得教授最后的表现很自然 他赶紧联系自己同事帮忙 查出他两周前才去过意大利 这说明教授心里肯定有本 两人当即准备回去找教授 与此同时 教授正和一个女人一名 说自己要把东西送回意大利 可女人去一边点燃了一个打火机 一边拿出了一个发光物体 ه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